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引来大批网友留言 为他加油打气 蒋志豪本人也转发影片 感慨最近发生了很多事情 自己的状况虽然还不算稳定 但至少他坚持过来了 故事还在继续 他被诊断出肺癌后四处求医 去年7月展开了第二阶段的治疗 但癌细胞却在9月转移到脑膜 导致他视线模糊 走路不稳 且经历剧烈头疼 暂时无法恢复工作 不过蒋志豪仍十分坚强 强调自己不会轻易放弃 一定会努力好起来的